屯房税2.0瞄准已经完工的建案 余屋没卖掉只要超过两年 就会加重房屋税负担 两年内虽然适用较低税率 只是超过了 税率调整急剧为2.4%到4.8% 以北市豪宅桃珠饮员当例子 过去一户房屋税145万元 薪质上路推估接近200万元 每年就会多收55万 希望建商他不要再去做一些 所谓屯房的动作 可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以现在建商比较大的困扰是 卖不掉的房子多数是中大平数的 房屋税新制规定 除了自住房只收1% 这回针对屯房大户收税 也特别分为六都和非直辖市 两组科征 没出租六都适用税率3.2% 非六都则是2.6%起跳 以屯房大户王小姐为例 所持有的25年房子 北市三间基隆四间当作例子 就制一年只收2万7 不过新制实施 北市三间房收3.8%的税率 金融超过三间收3.2% 一年要多缴36000元 但如果出租税率降到2% 直接省一半 我是觉得应该对有钱人来说 是不是还是没差 可能也算合理吧 就鼓励大家就是 你真的买一间 你自己要自住了就好 两间以上当然收更多 这个也是合理的 另外新制照顾北漂族 不想出租组错的心声 提供一户可适用较低税率 2.6% 政府打击屯房之下 重手之余保障北漂族权益